哎呀 看到他们怎么有一次肾的话呢 民众看着毛骨悚然 中国大连一家机器人公司 造的机器人很不一样 像是这个机器人以爱因斯坦为原型 这个则是已故巨星邓丽君 研发团队指出他们专注人形机器人 核心技术是人脸泥针 专进智慧表情 偏重语音 表情和动作和人一样 特别找来帅气工程师 打造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胞弟 中国网友吐槽太恐怖 不过不是舆论担心的恐怖股理论 做得太像让人心里发寒 就像恐怖蜡相馆 只是嘴巴和手都动起来 一定是细的迷你 趁其能够搭配的十一操线 卡弹机硬素利用 我们能提供这些机器人 是用作全国各地的城市的客机馆里面 最近今年量产500台左右 不过专家也说人型机器人 技术上仍有难题 需要大量算力支持 而训练需要的数据也缺乏 网上不留情很批 造了李白杜甫也没用 机器人核心不是向人 而是稳定可靠的功能和实用性 3D新闻 严信报导 以至于